正式開始今天session 大家好 相信有一些朋友應該之前都經歷了我們不同的體驗活動和bootcamp 今天就會是我們weekly tutorial 第一課 主要會分兩部分 第一部分我會多說一些接下來的timeline是怎樣 還有都會說一些接下來的funding上的細節位 例如你document上要交些什麼 每個document裡面其實有哪些部分可以留意多一點 這個會多些是資訊性的內容 而第二部分反而是一個Q&A的問題 例如你在這段時間你有一些不同的問題關於funding 或者你聽完我去解釋之後其實都有其他疑問 今天這個session 應該就會是最 你可以想像我會解答最多 因為其他的weekly tutorial 主要會有其他guest的分享 或者有mentoring的環節 所以有什麼問題呢 盡量可以看看今天我會不會解答到大家 在開始之前 讓我去分享和大家多說一些接下來的timeline 接下來如果是training的session 還有四次的 今天是一次的 所有的weekly tutorial 我們是沒有一個quota的限制的 即是你不需要說 你們加入這個也看到 其實是每個人都可以參與 今天完了之後 下個星期 以及第四個星期的weekly tutorial 都會是我們邀請了一些嘉賓 他們會多說一些 就是business model 以及pitching上面 其實是一些社創的項目 其實可以怎樣做得更加好呢 這個位置其實很多 我們為什麼會用這兩個topic 就是因為我覺得這兩件事 對於大家來說應該是最實際的 真的在接下來的funding 在內容上或者pitching上 怎樣可以特惠而出呢 所以就會有兩個session 是請guest來分享 而第三個星期 十二月十四日 就是mentoring的session mentoring的session 就是我們邀請了另外 不同大家的bootcamp看到的 另外四位不同界別的mentor 給大家在遞交分定之前 再有多一次機會去問一些feedback 所以那一天就會是一個face to face 一定是會來我們makerbay那邊 去跟我們mentor去見面的 那長程會下個星期才開放registration 那個就會差的 因為那個我們每一個時段有限 每一個人 即是每一個team 只可以register一個session 所以這個位置會提醒大家一點 然後重要的日子就是來的funding 10月9日至12月27日就會是我們funding的application 到時whatsapp或電郵都會有些reminder 即是讓大家知道什麼時候會閉嘴 沒有任何的豁免 即過了個時段 那這一回合 如果你還沒交過funding application 那就要下一個coord才交 這個位置我們都是一致地去定 而在funding application上面 稍後我會再說一點 就是大家是有三個document要交的 而那三個document的template到時你在glide上面是會找到的 那一會兒其實今天的環節主要就是我會說這三個document要填什麼 還有有些什麼位置要留意 最後給大家一個reference 那接下來其實如果你們apply了funding 之後其實會有一些什麼時候screening 我們會有三回合的screening 第一回合是paper screen 我們會就著你們交的document 去初步去看一下 你首先是不是吻合我們的funding 的objective 這個是必要 第二就是其他的部分 然後我們會有first pitch 和final pitch 而請大家記住就是first pitch 一定會是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去進行 而final pitch一定會是其中一個星期三去進行 所以詳細的日子我們接下來都會公佈給大家 如果大家是有幸 就是之後通知到消息 是例如你入了first pitch的 可能我們給了大約哪個六天會有機會是有first pitch的話 那大家都可以預留定時間 因為那個分配大家在哪個時間去pitch 其實是我們都是random的分的 所以大家之後可以去緊密留意我們一些重要的日子 好 再講多一次少少funding objective 基本上funding objective一定要關於扶貧的 但是扶貧的定義是在於什麼呢 簡單理解你可以用群組去分 即是你support的人是哪些人 例如有一些比較會最專注的可能是老人家 劏房或者單身家庭 但是除了這三個之外 那是不是其他就不行呢 那又不是的 但是我會相信就是大家如果你要apply our funding的話 至少你要講到你這個項目或者你的社企 是怎樣支援低收入或者有需要underprivileged的人士 那這一個就是我們的funding的objective 評審準則 那之前都有略略分享過 react一點點就是主要五個的 commitment的15%就是 大家雖然現在glide沒看到 commit了多少 但是其實你自己都可以計算一下 我們最後因為這段時間 我們同事都現在計算 大家在glide會看到你們的attendance只要過了七成 這樣的話 那你們就是有了15% 即是你們first pitch和final pitch 坐底已經有15%的分數了 那其他的評審準則就沒什麼特別的 是的 但是記住就是一定要有個business model 就是跟我估計跟不同的funding有個分別就是在於不是 就是你如果我會想像你的idea 只是說說依賴分定 依賴分定例如說你只是可能問一些foundation拿錢的 這樣的話就相對上就不是我們一些理想中的隊伍 還有這個分數一定會扣減的 然後在說一些document之前 我再share多一件事 然後在接下來這四個星期的weekly tutorial 大家應該除了看到一些details 例如你會看到未來的week2 會是哪一位嘉賓去分享的link之外 有一個我想大家多加留意的 就是這個project update 什麼意思呢 這個project update是 其實我們會想像這四個星期的weekly tutorial 不只是給大家去拿一些information 其實我們會視之為這個 是一個self evaluation的過程 很多朋友其實在這四個星期 我們其實都會要求你們去填你的project 其實每一個星期的進度是怎樣 有沒有訪問過其他人 你現在的commitment是多少 那剛才應該說到就是我們glise上面的project update 是給大家除了你填了之後 其實我是會看到你們填了遇到什麼挑戰的 那我會在Q&A那裡 我可以相應就是去回答大家的疑問 還有我會去整體去看大家通常的疑問是怎樣 去解答的 那同時間就是這四個星期 你填的project update 其實都給你自己去看看 其實你的commitment是怎樣 就是會不會 例如你去到week4 其實基本上你差不多要交個funding 其實你發現自己原來 你的時間上 你去訪問不同的users 其實是有一個很大的難度 而會不會其實這個cohort的funding 這個時段未必適合你去apply呢 會不會其實是當中你需要更加多的時間去調整 然後可能在我們cohort7的時候再參加 那所以這個project update這個範圍 我會形容是非常之重要 讓大家去access 你們自己其實接下來 是不是真的決心去apply這個funding 那這個也是為什麼我們會有這樣的一欄 讓大家去glide上面填 那所以我會assume 如果經過今天之後 其實你們會有其他的action item 或者有其他新的疑問 其實你們都是在下個星期 week2的tutorial之前去填了 那然後我就可以到時 嘉賓分享完 每個weeklytutorial都會有 大約有多4個至半個小時的Q&A 去解答大家疑問的 所以就那個玩法會是這樣 那這個就是少少 就是讓大家了解回 project update 的用途 好 那接下來就說到 其實有兩位朋友 我看到已經填了一個update 但是因為今天應該大家 大部份的朋友未必知道project update 是什麼 所以我會 大家如果有 一會有Q&A時間 大家可以直接問問題 都可以的 好 那現在呢 我就正式去說少少 接下來的funding 有哪三個document 你們是要交的 第一份 你們要交一個declaration form OK 那declaration form是什麼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因為有很多的朋友 曾經是因為那個位置填錯了 在程序上 我們是不可以給個 這個coach to apply funding 所以這個要小心去留意 那現在我去分享 這裡先 那大家 這個declaration form 我們是統稱為聲明和同意書 就是去給所有參加分別的參加者 去填寫 你有沒有曾經 拿過或者apply過政府的分別 是任何時候 無論你成功的失敗 這個我要強調的 因為有些人就是認為 我以往申請過是代表成功申請 不是的 是你曾經申請過 無論你是 你可能apply過不成功都好 這個都是叫做曾經提交過申請的 那如果例如說你SIE fund 你有apply過我們make a baby incubation 可能有社聯封審 你有試過apply的話 一定要填回曾經提交申請 和你的項目名稱的 那協辦機構就是 可能是封審 創新員 sorry 創新員 社聯 樂師會 還是make a baby 這裡去寫清楚 那為什麼會有這一部份就是 任何 我們其實是以project base去舉例的 就是如果 你曾經申請過 無論SIE fund也好 或者政府其他funding也好 是不會給資料 去支援第二個完全一樣的project 所以這個要留意了 不只是apply在SIE fund 其實你apply所有政府的資料都是 Cyberpond 包括科學員 科學員都好 如果項目是一模一樣的話 基本上你是不會過到paper screen的 但是什麼叫做項目一模一樣呢 我可以舉一個例子 我舉一個例子是有team 曾經apply過science part 然後他apply我們funding 我們都批的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這裡是用項目去做分類 不是說你公司的分類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說 只要你的項目 就算你是做一些 我舉例你是做一些 support可能低收入家庭 可能關於STEM的東西這樣 如果你可以show到的分別 就是有幾樣東西 一就是你可能對象上 例如會不會你science part 你support的對象其實是一個顧客的 你可能是support一些的企業機構 關於他們的mental health 我舉例子 但是如果你apply我們funding 其實你是用你的idea 去support一個低收入有需要的家庭 的mental health 當然你要扣連到的話 我們會視之為有分別的 這樣就不會是一個duplication 這個是其一 那個對象不同 第二 第二就是你去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 有不同 例如會不會 例如你applyscience part 其實你是做一個apps的 一個科研 一個product的development 主要是 但是你apply我們sre fund 雖然你支援的可能都是企業 但是你去 當然sre fund的objective 就是你都要support一些低收入需要的人士 這個是必要 但是會不會其實你就不是用一個app的形式去進行 你會多些是用一個服務的 可能是一個service offering 搞一些活動、event 去幫助這些有需要的人士 這個你會見到就是 就算你們的vision是一樣 但是你們的切入方法不同的話 其實是可以apply多一次的政府客下的funding 所以我剛才說的就是一些exceptional case 就是 總之你要解釋到 你接下來apply我們的funding的proposal裡面 是有不同的 和你apply其他政府funding 其實我們有個system是check到的 就是基本上你什麼時候成功申請過 你什麼時候失敗過 就算你失敗過也好 我們都是會expect你的第二次申請 是有不同的 那個 那個 無論你對象上 或者你撤入的方法也好 所以這個位置就 對了 給大家添加的是什麼呢 就是有些團隊可能未必看清楚 或者聽 去瞭解這個declaration form去填的東西 所以他就 他applyfunding的時候 他以為就是說 我沒有成功申請過 我只是失敗過 我失敗過 我用回同一個idea 完全同樣的方法 同樣的對象 去申請我們的基金 但是這樣就 就是deprecation 我們paper screen 就算之後 那個朋友說我理解錯誤 但是在程序上其實是 我們已經不能回頭 因為我們理解為這個是一個honesty的行為 你有沒有特意去隱瞞 其實你有沒有申請過 所以這個declaration form 再一次提醒大家 就是 成功申請也好 沒有成功申請也好 都要去講 就是要講回就是 你有曾經提交過申請 如果你有apply過的話 這個是其一 無論是SRE fund也好 或者政府分析也好 第二 就是如果你有申請過 但是你想照apply our funding 想過 那就是你申請項目的內容 可能對象上 或者是你切入的方法上面 甚至或者你去impact的數量 你都要是有不同 Hong Kong set 我印象中Hong Kong set應該不是 但是我這個不敢100%肯定 我建議你可以上網找多一點 但是我這裡可以講一些例子 哪些一定不是 例如一些家族基金 可能一些賽馬會這些 它不是一個政府funding來的 或者是一些可能創投投資者那些 那些都不是政府funding來的 那些就不需要去申報了 那大家可以先儲定一堆的問題 如果現在有疑問 我最後Q&A一次過去解答了 因為我還有另外兩個document 我相信大家都會有其他疑問 好 講完Declaration form 還有另外一件事就是 那三個document 大家不要減少任何東西 什麼叫減少任何東西 就是你不要刪除了那些box 你不要自己憑空去加一些新的 你不要加多一個新的範圍去填寫一些東西 而且是不需要交p-stack的 我們paper screen是會看大家 在這些document上面的完成度 還有大家 如果你無端端 例如一會兒我會講proposal 或者說budget 如果有一部份是剪掉了 那基本上你的paper screen是不會過得到的 因為我們paper screen其中一個準則 就是我們要看大家document上面 是不是交齊一些東西 所以這個位大家要留意了 好 第二個 這個 這個大家應該相對多問題 每問 所以我會逐部份跟大家去說的 錄影的 會放上youtube去看也行 這個就是project proposal 我每部分都會講仔細些 讓大家知道要填些什麼 第一 項目名稱 沒有什麼特別 就是你的project的一個項目的名字 這個要留意的 principal applicant 什麼叫principal applicant 就是呢 總之我們其實 如果你之後入了也好 我們會試那個principal applicant 其實是那個主要聯絡的對象 還有它是真的負責整間公司 我會想像是SRE Fund也好 或者是我 我會跟大家report的 主要是 那我的對象一定是他 還有呢 他一定不可以是一個admin的同事 我要強調這個位 即他不可以是一個 例如之後 如果你填了principal applicant 他只是處理project 但是 即處理可能一些report 但是如果他不是一個 他不是一個真的那個項目的 話事人的話 這個我們是不容許的 所以我們會形容這個principal applicant 基本上就是shareholder 那間公司 即是那間公司的shareholder 這樣 還有呢 所以大家只填一個 一個principal applicant 大家就要留意回 即是你們可能在comment裡面 那裡 你們在最後一項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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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自知人是principal applicant 的 好 另外 另外 目標 基本上 這個一定要的 如果 你剷掉這個的話 基本上你不會去哪 但是我們現在的確是要的 如果你是靠我們分明的話 另外 principal beneficiary 只填一個 只填一個 因為之後的部分可以填 第二份的 即是如果你服務兩個對象 但是我強烈建議 即大家 最多你服務兩個對象就好了 你不要多過兩個 因為你多過兩個的話 如果有參加Vocam的朋友就知道 即是你根本上 每個群體的 都需要 你只有六個月的時間 十萬元的資金 其實是不會做到那麼多的 還有你填多一個 是不會幫到你的 都可以一定要 這件事情 反而是會令到整件事混亂了 所以你可以選擇就是 要是一個主要群體 主要群體一定是填一個的 還有下面有提及你 主要是你填這個部分的 都是產走不適合 即是不適用的部分 好 接著在內容上面 第一 Project Summary Field of Change 即你這個 其實你這個項目 其實是想帶來什麼改變 想解決一些什麼社會的問題 想服務的對象是什麼 那你在這個Project Summary 我會形容為 基本 就是我們要知道你在做什麼 那你這個格一定要填的 那如果你 都是那一句了 如果你這裡其實你沒有填到的話 那Paper Screen都不會過的 因為我們 就是剛才說 就是在Document上面 為何我們有三件事要交 就是我們要知道大家 其實那個目標是什麼 去方便我們去篩選 那如果你在Project Summary 你都沒有說到 你想做的事情是什麼 那就一定過不了Paper Screen 好 第二 這個Project Team Member 那大家在這個格子 你不需要填的 在Document上面 那為什麼呢 因為你去我們到時 Glide上面有個Funding Application 其實你已經填了一次 就是誰是Paper Screen 以及誰是Team Member 所以我這裡都有特別標籤了 記住不需要填這一格 因為你在我們Glide上面 其實已經填了一次 所以你在Glide上面會填 就是首先一個Paper Screen 以及你其他的Team Member 還有這個要留意就是 就是大家之後去做 我當你過了Paper Screen 你會有First Page和Final Page 來Present的人 一定要是 要是你一定要是Principal Applicant 或者是Team Member 就是如果你在Apply 你這個Application Document上面 你填了幾個人的名字 但是到時你來Petching的人 不是其中裏面的人 或者有些是沒有寫在裏面的人 那位人士是不可以Petch的 這個要記住 一定要填了你是Team Member 或者Principal Applicant 才可以Petch 我們到時會有同事 去查大家的身份證 大家的Identity 那為什麼呢 因為你們現在填那個Principal Applicant 和Team Member 我們是會計個Attendance 而Attendance的分數 而Attendance的分數 就是如果我舉例 你是Principal Applicant 你一個人 就是整個項目 那我當你如果有七成的出席率 你訓練的話 那你就直接15% 你會拿完 但是如果 在那個 例如你Petch 那你寫了Team Member 可能你有兩個人 一個是你自己是Principal Applicant 另外一個Team Member 你寫了 你只要寫了上去的話 我們就會去除那個Attendance的分數 就是我們會去歸納大家的總數 然後除 所以我舉個例子 如果你有一個Team Member 其實他是沒有加入過訓練 任何的情況下 那你的Attendance的分數 就是 隨意 因為15加0 然後隨意 就是7.5的Attendance 所以這個位置 大家就要取捨了 就是究竟 你是想的15% 就是我舉例 例如就是剛才那個情況 你是想 我不想減這麼多Attendance的分數 我想拿完它的話 那你在Application Document上面 就只填你一個人了 就是一個你是已經拿了15% 那你就會 你會有那15%分 但是有一些情況下 就是例如 雖然我這個Team Member 他沒有參加到訓練 可能commitment 其他的問題 但是他一定要來和你pitch 可能他主要是講Tag的東西 就是他講Tag的那些demonstration 一定會是可以很impressive的 這個就給大家取捨了 究竟你是想 就是在分數上和在present上的完整度 可能如果遇到這些位置 大家就自己去考慮 但是在我們角度來說就是 只要你填了你的名字 principal applicant 或者team member 在Document上面的話 我們是會用一個team的形式 去計算大家的attendance 的平均分數 這個要留意了 那Advisor這裡呢 Optional的 不一定要有 有的話 當然會好 如果你是有一些 就是會show到你的project的readiness 或者可能有一些夥伴 已經會和你合作的 那這個一定是最理想的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都不一定要填的 好 第三部份 Social Issue 這個Social Issue 基本上就是講 你究竟你要解決的問題 其實現在在香港的狀況是怎樣 例如你有沒有數據的支援 你有沒有訪問了一些你的對象 其實是關於你對於現在這個議題的了解 這個都一定要填 基本上就是你要去展示到你做這件事 其實不是只是趨的 因為我們的角度就是 我們真的想培育大家 是sustain的去玩下去 不只是一個可能六個月project就算 所以這個位置我們都會看得重的 另外market opportunity 例如在市場上面其實有沒有其他競爭者 競爭者不一定要在做和你同一樣的事情 但是可以在做和你會做到的效果差不多 我舉個例子 例如你做mental health的 你想幫低收入 可能你用一個app 去幫一些低收入的家庭的學生 去提高他們的抗疫力 那是不是一定要找一個competitor 都是做app的呢 其實不一定的 可能其他是做服務 但是都是幫一些低收入的年輕人 去提供抗疫力的機構 其實都是你的競爭者 因為他其實都是serve 同樣對象 和想解決的問題都是一樣 所以這個位其實大家一定 是可以寫到你有一些競爭者 如果你找不到有一些competitor 的話 我覺得這個就代表了可能你的research 未足夠了 第三 risk analysis 這個風險在check box的問題 我稍後一次回答 這個 risk analysis的意思就是說 我舉個兩個例子 有些如果是做app的朋友 你一定要說你怎樣去保障個人私隱的 這個是sre分 或者我們整個分析都很體重的一個位置 所以你這裡要去講明 你有考慮到這個因素 第二 如果你是做一些食物相關的 食物安全 一些食物license 你都要說到就是你對這件事是有 你是有做過research 你會怎樣去保障這件事 這些就是相關的risk analysis 但除此之外 其實你應該都可以填到一些 即是一些potential的problem 這些都可以填下去 跟著business model business model就不多說 大家如果有參加bookcamp的 或者有經驗的朋友 其實你們不需要寫到很仔細 例如那個budget何時回本 這樣的 因為我們有另外一個budget plan 大家那些數字填在那裡就可以了 但是這個我們會assume就是說 你有一個可能很基本的一個 diagram 去講到兩樣東西 誰給錢 誰收錢 誰收錢 收錢的那個 例如你 應該是你們機構 提供些什麼服務 其實這三樣東西 一個圖像去講到 你當中 可能你問學校 你問企業 可能b2c 你要在那個model去寫到 你是有考慮到這個東西的 如果你這一部分 是沒有寫到任何東西 那基本上paperscreen 也是會不會過的 因為business model 是我們其中一個 最主要的評審準則之一 ok 跟著就是key milestone key milestone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做一個例子 可能這樣 我應該做一個例子會容易一點點 recomment 這個純粹例子來的 我舉兩個例子給大家 就是方便 這個就是一些 可能搞workshop 搞event 就是service offering focus多些 我會說一次 如果是這個會怎樣寫 另外一個我會說 如果大家是做apps的 那又可以怎樣寫一些milestone milestone的用途就是在於 如果你成功 做了incubatees 大家要交中期報告 和final report 而在那些報告上面 其實我們也好 或者政府也好 我們是要確保 大家每個月 其實你是有一些item 我們是可以去看到你有進度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進度 而有進度 你要說就是你這六個月 其實你當中會是哪些月份 去完成什麼的milestone item 我舉個最常發生的 例如如果是搞event 那基本上你第一 通常你都會一開始 就是你會有一些promotion 那你promotion 其實都是一個 我們可以去check回的item 所以你可以寫下去 或者recruitment 就是你recruitment 就是可能去招聘一些參加者 那這樣東西其實都是我們可以去量化 甚至是我們可以去看到 例如之後給些proof 你是真的可能你有傳一些email 可能你是想找一些學生的參加者 其實你是可以去給到證明你做了這些事情 以及做一些workshop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基本 如果你去做你的idea 你的社企是主要用service為主的機構 但是這些是 我要重申一下 這些是例子來的 你可以填得多些也可以的 但是給大家一個小小提示 盡量越簡單越好 不要寫得太複雜 還有你不要寫得太多 因為你寫得越多 當然你不可以寫太少 什麼叫少呢 就是你不可以寫三個 我會形容為 因為你是六個月的project 你至少寫四五個 我覺得是minimum 但是如果你寫八個 至到你自己再加多些格 其實你們自己很難去 你們committ了要完成這麼多東西 你committ不到 其實是中間是會 因為我們的funding是instormant的形式 我們是在那六個月去分批給的 不是一次過給的 所有的funding都是這樣的玩法 所以你做不到 其實就是中期的那些funding 你們就未必拿到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保守為主 不要寫得太複雜 簡單 清晰 一個很清晰 你會講promotion 然後你可以多一個格 都可以的 OK 我知道你頭兩個月 你會完成這件事 之後會做些什麼 第三是做些什麼 那就足夠了 所以這個給大家少少的 都形容為 大家今天有參加的朋友 少少的提示 如果是做app的話 那怎樣做呢 就是怎樣寫呢 通常如果是app development的話 通常你會說 可能你create prototype 然後可能user testing 不是 應該這樣說 類似 如果你做app的話 來來去去 其實都是說 你建立你的app 那個action 然後你做了 然後你做了 然後你要做user testing 記住這個六個月 如果你做app的話 一定不可以全部時間 是只是去app development的 我們是要很著重 就是大家是真的會接觸對象 然後你是會給到impact 給一個對象的 所以以往我們 我們也有很多case 是做app的 都一定是會做user testing 甚至是可能做一些workshop 給一些參加者 去了解他們的feedback 希望這個小小的例子幫到大家 這個item怎樣寫 就是你們自己決定 這個是例子 好 另外 expect output KPI 那這裡其實要填些什麼呢 我會顯示這個 好一點 就是你這個expect output 我會想像為就是數字的東西 而這個數字 和你的milestone是連著的 舉例 例如我用event會容易些舉例 你marketing promotion 那如果你寫了這件事 那我們其實不只是說 我們不只是看你是不是完成了 而是你當中應該有些數字 我們也可以提醒一下 會不會是例如 number of social media posts 這個就非常之清晰 就是這樣 舉例 記住這個是第一期加第二期和total 這個 你寫了這個之後 那我就可以對應 就是你寫了marketing promotion 而你number of social media posts 就一定是對應這個mouse stone 所以大家寫expect output 記得一定是number of 開頭的 因為這個是量化的一樣東西 然後你number of這個一定是關於你的mouse stone 例如這樣 recruitment 那我會想像就是你number of participants 那就可以去說到你這個recruitment的成效是怎樣 數字 所以大家 因為太多了 以往是 這兩個是不適合的 Expect output和mouse stone 是不對應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清晰些 讓我們知道的話 你可以寫refer to milestone 1 那就非常好 簡單 意明 我知道你哪個月做了些什麼 你會達到一個什麼的數字 當然 如果你這裏 我舉例 你只剩下這兩個月的 即是你period 2沒有promotion 那這裏suppose是沒有數字的 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 記住double check 當然 是不是你寫錯了 我們就不給你的paper screen 那又不是那麼hash 但是 純粹是first pitch 或是之前或者你final pitch之後 其實都會和大家去detail 再看大家的proposal 和budget plan 到時候是可以再執行的 不是你這次交完之後 你就不能再 不能再 無法再 無法再改 無法再改 不是的 之後 是可以再改的 所以 純粹讓大家知道 越清楚 那我們越容易掉 最後proposal social impact measurement 那就是 例如 你如果你是做老人家的 那你這個target number 你都要寫你幫多少老人家 那還有expected outcome 就不是數字的 就是一定是你說 例如說 會不會increase increase in 50% of confidence 我們這裏都有個例子給大家的了 大家可以跟著這個例子 然後對應你的項目去寫就行了 就是一定 你expected outcome 是說你提升了或者減低 可能減低你的失望感都可以的 那你提高或者減低一個percentage 可能一個能力也好 一個態度也好 這樣的寫法 還有寫完 是survey focus group 等等 這個你們自己 depends 如果你有second beneficiary 那你就填這裏 就是我剛才一開始說的 但是這個位置 不一定要second beneficiary OK 不一定要的 但是你primary beneficiary 一定要有一個 而那個primary beneficiary 我會想像就是 你一定 你一是幫老人家 單親家庭 劏房婦 或者你就是幫一些underprivileged 的人士 那這幾個才會符合我們分定的objective Expected outcome 和KBI是一樣的 就是數字 總之是 好 我很快說完budget 那件事情 因為我想讓大家至少有半個小時 可以問我問題 十二點半月 那所以我說完budget 那我就 大家應該有很多問題 會隨便問就可以了 最後budget這裏 首先呢 你會見到income和expense 雖然我們說business model 我會想像大家是會有一個 會去回本 但是 income 在budget plan這裏 可以填 或者不填都可以 為什麼呢 這個是沒有抵觸的 就是說 就是說 因為呢 我們這六個月其實是給大家去試東西 那有很多team 其實他有個business model 但是他會形容就是這六個月其實我很難去 他真的會做到 就是他 有一個很穩定的revenue 所以他這六個月可能是一個試驗的階段 一定要填的 還有 為什麼我會覺得income也是一個optional給大家呢 就是在sre fund也好 就是你apply誰都好 就是income這一部分 其實你如果寫了的話 你在完結那六個月是要還給sre的 是的 因為sre對於這個funding是以一個project的角度去看 所以這個角度就是如果你們寫income的話 這個東西是要還給sre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就自己去考慮一下 是的 但是不寫income不代表你沒有business model的 是兩樣東西來的 OK 因為你business model 例如我舉例 我和學校合作 我和學校合作 其實我是可以 頭六個月其實我和他在試驗階段 是去做很多offering 然後過了六個月之後 學校才出錢給我 或者學校之後才會用他的筆錢 去給我買service 這個我可以很清楚說到我的model之外 還有我不一定要在這六個月有income的 但是如果大家想寫income 都無有歡迎 當然大家取寫這個位置 第二 在這裡下面expense的東西 記著是要填一個負數的 記得負數 還有這個remark是要做什麼呢 就是你要做一個course的breakdown 這個位置大家留意清楚 就是course的breakdown是指 你要解釋給我們聽 你要解釋給我們聽 你寫這個暗碼 其實是怎樣得出來的 這個就是course breakdown 那有很多team呢 以往就是這樣寫五千 一萬就是一萬 那你寫這個數 這樣就交了 但是你想起數 例如你五千塊 那是否真的代表你可能有兩個employee 然後每一個月 每一個月 就 不是每一個月 for one month 如果是這樣我就能夠正確 五千塊 就是我寫清楚就是 OK 是因為我請兩個人 然後 而我請的兩個人 只是一個月而已 所以每個月是2500 所以2500乘二等於五千 是要寫到這樣的 而以前 是要寫的都是那一句 你是不是說如果你沒有寫 那你就過不了paper screen呢 不是的 但是我會鼓勵大家寫 就是在於 因為大家之後可以再改的 但是你寫了的話 其實你讓我們看到 整件事是很好的 就是你有清楚說到就是 如果你進入incubator之後 那個數字有一小小的出入是可以的 因為你沒有可能準確估到的數字 例如你如果租場地 那如果你租場地 其實你做quotation之後 你找到一些便宜一點的 那你沒有理由找回一個 貴一點去複補回你寫了的數字 那些是有調動的空間的 但是至少你要寫那個breakdown 你一萬元的 那我當你一萬二千 那我當你例如說你寫一場 你租一個可能coalking space 那你寫了這個itle 那你這五元 就等於每個月二千元 那你就清實 我知道你這一個收入這裡寫錯了 應該在這裡 租金和租金 那這些就是我們想看到的例子 那這些你只寫個數字 那就麻煩大家 就是你會不會下社交媒體 社交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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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這些是一定有的 所以這些會想像為 就是你必然會使用的費用 但是你租金這些是不一定要的 那除非你會考慮到你 可能你搞一些大型活動 你要租場的 即你寫貓公司會知道的 那些搞一些大型活動 你要租場的 你就寫完你會預計的cost 是多少 admin fee admin fee 包括可能一些保險 一些transportation 文具 即miscellaneous 這些cost 寫下去 而這個 如果你符合 如果是電子產品的話 要留意一件事 記住 就是所有的電子產品 只可以清理50% 因為這個是半年的program 所以如果你的電子產品是一萬元 你不要寫一萬元下去 這樣 告訴我們 就是你告訴我們 原價是多少 然後你成了50% 然後所以你會claim的就是五千元 只是寫了個數 然後你寫了個數 我不知道是原本的價錢 還是你已經成了50%的價錢 所以這個就是為何cost break down 是重要的 還有這個總支出 我們最多10萬元的資金 但是大家是可以寫多過10萬元 少少的 即你寫到12萬那些都可以 因為怎樣也好 我們最多給10萬而已 但是你不要寫少過它 因為反正你如果有10萬 你如果寫100萬的 那你有2萬元就虧了 那所以你這個數 如果你是沒有income的話 你這個應該是至少負10萬的 那你已經有些概念 在這裡 你這裡寫了下去 就會自動 會變成那個數量 還有這裡 項目名稱 寫創企業家 就是principal applicant 那個名字 記住align分別 這個是principal applicant 一個人的名字 大致上這麼多了 這個就是三個document 接下來我們開放的application之後 你們會看到的template 下載下來 你們填完之後 再上載我們的system 就是這三樣東西 看看大家可以開咪 即你可以舉手開咪 或者你在checkbox留言 每年都可以 Local 因為這六個月 即六個月的項目 我們假設大家不用這麼快 跟global去競爭 所以Local就可以了 我想問 即是你說Local 但是我們 我想問 因為你說Local 但是我們如果是一個 網絡店 那其實網絡店的 competitor 是自動變成了global 例如上次Pitch Edmond都說了 例如淘寶應該不是你們的competitor 但先是你們的competitor 那這些東西是要做 direct competitor 還是indirect competitor 因為不是Local 來的嘛 OK 那個記不記得剛剛的proposal 說寫competitor 其實是market research那裡 就是去顯示你對於市場的了解 無論是你想服務的對象也好 或者是你的競爭者也好 或者是你的顧客的需要也好 而在那裡 我們沒有一個很劃定 就是說我講Local是純粹這件事 這個Local是因為很多的case 所以應用 這個真是基於你們自己項目 即你們社企的性質 但是我會想像為 如果你填淘寶的 那你要好講到你為何會 即為何要選擇你而不是淘寶 那這件事是否真的要在market research去 即這個proposal去提出 我覺得你們去取捨了 是的 就是我剛剛說的competitor 純粹是每一個idea 一定有人在做類似的事情 或者他在做那個 他在解決的問題 一定有些 就是會有一些相關的服務 沒有可能在解決 但是到時你在這個proposal 你會展述多一點點 如果是你這個case 我覺得你去著亮 還有team member 總之你寫在proposal上面的team member 我們是會計算那個attendance 除了平均分的 如果你不寫上去proposal 但是你純粹是一個powerpoint mansion 的話 當然你就是可能 他是你之後的team 我們不會這樣去扣那個attendance的分 但是如果你想你的team member 可以來pitch的話 那他就一定要在proposal裡面 不知道你明白嗎 我明白的 但我不用他們過來pitch 當然 但是as a judge 你在投資金進去 你都想看到你們的team裡面 那些人可不可以pull這件事off 所以我問這條問題 是的 所以這個就是取捨 就是我們和一些team 沒有出席過我們的training的話 取捨就在於好像你這樣說 是的 你整個team來到 然後大家負責不同部分 那那個judge當然就會覺得你們很ready 就是marketing 可能你tech 有個founder 大家很ready 但是要取捨就是 如果你的team member 他們是沒有training的 那你的平均分就會扣 但是當然你可以只在powerpoint那裡 純粹略略提及 你有這些team member 而他們不管出席都可以的 所以這個都是我一開始說的 就是你那個commitment fund 還有你想show那個可能 是不是真的有一些team member的距離 會說得好一點 這個取捨去做決定 這個就 depend on大家 希望解答到 是的 解答到了 我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bord of advisory 當然我們有 你有沒有聽過 Women Entrepreneur Network 他們就肯加入我們的bord 有啊 下個星期就是他們 是 他們就肯 mentor 我們 他們也是我們的bord of advisory 但是我們通常跟我們那些faculty advisor 他們會說 其實這些名字就是純粹名字 因為那些investor 看到bord of advisory 都不會太照顧的 因為他們覺得 他們是不是involved 在這個process 那你覺得重不重要 這個 嘩 這個 我很難代表評審去說的 首先我會認為如果有 你填好過沒有 就是你填了 你都是填那樣東西而已 就是在剛才有個proposal advisor 為什麼我這樣說就是 你填了它可能沒用 但是你不填 我們不知道 或者我們Q&A沒有問到 那可能 這個其實因為大家 你們apply funding 其實某程度上 其實我們都是比較的 就是不同的team 大家的整個完整度 大家的準備好等等這些東西 所以我的suggestion 就是如果你有的 那你就填了 但我不可以說這件事對於 因為它不是exactly direct 我們一個評審的準則 哪一部分 但是我覺得寫了沒有壞的 就是這樣的suggestion 嗯 好 阿Ling Hello 我想問一下 是不是阿Ling你有 是啊 我有問題 是 我想問你是不是說到 所有政府分析那裏要提出來的 話說我是申請TVP的 但是TVP那裏 我信不需要整個project的 例如summary那些都給你們 還是你們會自動可以知道TVP那邊的計劃是怎樣的 因為你不是說要看一下是不是overlap的 你可不可以說 你再說一次 哪個分析 你全名是什麽 TVP科技卷 哦 這個 不需要寫 我先分享一下 這裡 你不需要寫完很細節的 因為這個也算是政府分析 你純粹資助計劃 你寫資助計劃我們會檢查到的 哦 好啊 好啊 那我就不用寫細節 不用的 因為是完全兩個project 哦 那可以了 如果兩個project就不會有寫 好的 但是記住要寫 好啊 好啊 謝謝 好 謝謝 然後 是可以如果有些東西已經在下降 如果是這樣的 不要寫在mildstone上 因為mildstone是說那六個月發生的 你不可以計劃你之前已經完成了的東西 然後在那六個月的occupation 可不可以加回去 因為時間點不同 但是你這一部份 你可以在兩部分去寫的 第一個就是剛才proposal裡面 你有說到你的project summary 那你的project summary 你可以大約說一下 其實現在你們已經在做這些事情了 是的 有一些成效這樣 還有在pitchback去mention 就是pitchback去說就是說 其實我已經 我們有不同的NGO去合作等等 而這件事都很證明到 我們那個weddiness已經做過了 有一些夥伴的肯定 那你在那裏mention就可以了 但是大家記住 在fonding application 第一回合是不要交pitchback 不用交pitchback 是你過了pitchback 我們通知你 你會接下來邀請去參加first pitch的時候 才需要交pitchback 是的 希望解答到你的問題 Organize by center 應該不算了 是的 中大嘛 中大嘛 香港設定過 應該不算的 Include all the shareholders under team member list 你team member不一定要 我會想像如果你寫team member 你的用途是在於什麼呢 兩個位而已 一就是你很想team member來pitch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team member其實在你的project裡面 是負責一個很重要的部分來的 就是你可能judge去問的時候 就算他不來pitch都好 其實他是一個 你們項目裡面其中一個 可能在商業運作上面 是佔很大部分 這樣才去包含你的team member 就是我的suggestion 那就是 大家有問題就 盡量問吧 應該是 應該是很多的 是的 因為之後 之後 週二 週三 我都不在 就是mentoring 那天我都不在 我有其他事情做 所以可能真的在你們分訂提交前 可能這兩個星期我會 可以解答大家多些問題 所以希望盡量還有十多分鐘的時間 但有問題 儘管可以問 Is this our declaration to our SIE project? 哦 講到project project 即你的項目不是講你的公司 是的 Declaration 是講你同樣的項目 有沒有曾經 有沒有曾經是重複申請過 所以剛剛 剛剛說的話就是 前面的內容 因為我們會放上youtube的 這個recording 所以是Maker Bay youtube channel會看到 之後 所以你的Declaration 是 就是 總之你有申請過的話 你就寫下去 但是你的 只要你的項目是不同的話 其實我們 因為我們純粹是要notify 我們看到 OK 你有申請過 但是其實你是 是的 但是你的項目是有不同的 這樣 我們會對回 所以這個位置 就是apply在project的項目上面 不是講公司 還有一個小小的suggestion 就是如果大家是有申請過政府分定 除了你填那個Declaration form之外 我會建議大家在proposal的project summary 你都可以解釋一點 就是你 一來就是說你拿過政府一些分定 但是你現在這個項目有些什麼不同 因為這個對於我們去checking上 就會再smooth一些 就是我們看到 OK 你有申請過 但是你同時說明了 其實你這個項目 和你之前 apply過其他政府分定 或者你以往曾經 就算你申請過 失敗 都好的project是有不同的 我們就會比較容易去 就是這個過程去了解 阿Ling 你好 我有一個問題 我看到這個form裡面 有一部分是顧問或者是網絡 我想問一下 比如其實現在可能 都有一班人可以讓我去擴守 就是現職的一些老師 或者可能是社工 但是如果他們不想填他們的名字 他們只不過是一個advisor給我 那我這裡是否應該填呢 還是其實不用填呢 如果我這樣說 其實你如果在proposal的角度來講 你不填是真的沒有太大分別的 OK 好啊 好啊 如果他們未必願意出個名字 反而就是如果你過了paper screen 你在first pitch那裡的deck 你一定要有一部分去講 因為你是有做到準備的 你是有問到 如果有問學校老師 就是顧客 我相信 他們對於你的service也好 或者產品也好 其實那個feedback是怎樣 你在pitch那裡著多些 反而是在整件事會好很多 因為評審 雖然評審都會看你們的proposal和budget plan 但是始終你pitching是最直接的 就是說你講完整件事 我都一定問的 就是說你有沒有問過你的服務對象的意見 你有沒有問過你的顧客 就是你的customer會給你多少錢 這些東西 而你如果在pitch那裡 你是有講迫到的 那非常好 就是基本上一個解答了一個疑問 就是你有準備 你有readiness的表現 明白的 但proposal不一定很小的 好啊 因為我是直接有 已經深入地問了他一系列的問題 但是最終其實他們全部都是說 譬如社工和老師 因為他們不想可能 被其他人覺得有利益輸送 或者什麼 所以他們不願意出他們的名字 沒所謂 這個你只要講 其實很多時候 所以你在proposal裡面 那個advisor不是最重要的 反而 如果你這樣問到我 我可以講一些 基本上你每一組一定要填的 這些個人資料不算 這些你要填一定 project summary 一定有 你有沒有advisor 怎樣都要講你做什麼 為什麼做 幫什麼人 解決什麼問題 這個也是 這個不用 這個你填去 到時候會填的 這個真的是optional 我們都有說 if any 社會議題 market opportunity 其實其他這些 必然是會填到 我都沒得說誰 就是你貓 因為你剛才有個朋友問 Expect output 是不是KPI 其實這個是KPI 這個是KPI 然後這個一定會填的原因 就是在於你會填mildstone 而你mildstone 基本上大部分 你都可以量化的東西 除非你是說一個app development 你app development 你就很難量化到 但是你其他很多的mildstone 其實正常 是可以量化到 你就會填這裡 還有就是你的social impact measurement 就是你基本上你有服務對象 你都一定會填的 就是你至少都會填這一格 primary beneficiary 所以在proposal裡面 我會說除了advice 這裡之外 其實其他部分都需要填 還有我們paper screen 是會看的 就是如果有些重要部分 但是有些沒有填到 其實都過不了 budget plan 想問一下如果income是負 其實income是負即零 我想像是 就是只是expense 可能本身的program 是有兩樣東西來的 兩樣東西 第一呢 好像剛才這樣說 你budget寫沒有income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是你在present 或者proposal的business model 去講你的model 如果是由公司其他的業務去分析的話 這個就不行了 因為這個其實都是一個 怎麼說呢 你不是自己去 是一個長遠的角度來講 是可以問其他顧客收錢的 就是社企 社企是一個 或者你形容為startup 我猜startup會容易些去舉例的 就是你startup很少你會是公司自己業務去支援你去發展 因為你要scale up 你要未來 其實你這六個月 六個月可以寫沒有錢 但是你要講到 如果你真的寫沒有錢 你至少要講到你在那個business model那裡 你這六個月其實是怎樣去鋪排 去reach out其他的機構之後去繼續收錢 學校 所以你一定要寫顧客 你基本上你一定 你b2c家長 因為b2c其實是難寫的 如果是我們分析裡面 因為你幫系低收入 或者有需要的人士 通常他們就是給不到錢 所以你要support他們 所以以往通常的team都一定是收企業 或者收機構錢的 就是b2b這樣的模式去做 sarery for training有沒有說最多 我們看回 其實這個在預算上 大家都可以看回的角度就是 十萬元分析 你怎樣也好 如果你只是一個部分 你都不會過一半 如果你以一個健康的budget plan 去看你這個機構的話 我們都會看就是說 如果你一半以上 你六七成 可能六萬元七萬元 你都只是請人的話 其實這件事是很不夠完整的 因為你有program的materials 你一定有admin很少的admin 但是marketing一定有的 所以你在分配上 你salary 我沒得說最多多少 但是我會給大家一個角度 就是你如果你在剛才budget plan那裡 我們有六項 我們有六項 但是很明顯就是你 其實你這一筆分析 是支援我們的角度來講 當然就是我們希望 那間真是一個完整的一個機構 它是可以去scale up 它是在不同部分的費用都會去分配這樣 所以員工薪酬 我唯一的建議就是 如果你寫多過50% 那個finding有效的話 那就會是一個 那句你是可以改的 就是paper screen之後 first pitch final pitch其實是可以改的 所以如果你現在照寫了 可能你入了first pitch 其實我都會跟你說回同一件事 就是你before pitch之前 你都要調整一下 因為評審一定會challenge的 如果是trainer discount 如果是trainer discount 你要做quotation 總之你舉例 例如你租場的話 你基本上 不過這個有一點涉及 你入了incubating之後 我們有些financial document的guide line 會說的 例如你多用多少錢 就要出多少quotation 到時都是看quotation 就是看例如誰便宜一點 那你就… 那這個就是fallied reason 為何會用這個場地 是可以分開看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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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我舉例 那個員工可能出給你自己 你可以出給自己的錢 那你要在預算計劃那裏 那裏好像剛才那樣的 cost break down 那裏 那你要清楚寫明了 就是你寫了個total amount之後 那你多少是出給個… 可能是part time的trainer 還有你自己 那然後這兩筆錢加起來 就等於你寫的數目 如果有收入 如果有收入 問給他們的income 那個income要給SRE 不只是給那個數目 是那個income要給SRE 在這六個月裏面 那所以… 我們有case 就是我們有些incubators 他是賺到錢的 那他一開始他也是堅持要寫 寫income 沒有的 最後就是他要把這六個月收到的income 要給SRE 這個是一個… 我沒得解釋 為什麼這個reason 總之這個是所有SRE fund 都… 基本上是這樣的 所以你們取捨 那… 這個機構收到的錢是… 機構收到的錢是… 所以我鼓勵… 其實… 你不一定要填 是的 這個是一個… 不過… 這樣說吧 就是不同… 大家不同的 有不同的想法 就是好像… 我… 因為始終我們現在有三十多 那根據以往的經驗 最麻煩的情況是什麼呢 就是要麼你寫了一個很誇張的income的數目 那就糟糕了 就是如果你付不了 你要justify 即六個月之後 或者就是大家寫的KPI 和寫的mouse stone 寫得太多和太高了 是的 那… 就算我之後first page和final page 和… 可能有些噴… 即是有些其他team有去收拾 但是他堅持可能要寫這麼高的數目 就是他覺得我一定做到 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 就是六個月真的很快的 而且你要交的文件都頗多的 要給proof都多的 那…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就是… 你無論你的mouse stone都好 剛才有講到的例子了 你寫四至五個吧 不用太多的真的 你寫八個其實… 這件事不會令你突圍而出 即我只可以這樣說 我們看的是真的你的大… 例如你的business model 如果你這六個月不收金 你有清楚說到就是你… 其實你接下來… 可能六個月之後 你那個… 是怎樣去scale up 不只是靠funding 還有你是有問到… 顧客… 有問到你要服務的對象 他們的feedback是什麼 這個是很很重要的 我會假設就是… 如果你是applied funding 你是有心想贏的話 甚至… 我會覺得… 你可能下個座學會更加適合你們 因為… 除非… 前提是你也想試一下pitch 你想試這個機會去… 去儲一些經驗 這樣… 又… 是可以的 但是我覺得以… 大家想贏的… 想真的去成立一家… 機構 一家社企start up 去support其他人的話 那我會形容就是… 你要賺到錢 你要幫到人 那你也要問他肯不肯給你錢 還有他肯不肯給你幫的嘛 對不對 就是這個… 這個角度來講 那… 所以… 就是這個小小的… 建議給大家 我想問… 那…我想問呢 就是說我們 income 就要… 做啦 如果我們有的話 那我們可不可以這樣 就是6個月 我們說我們是一個 trial period 來的 我們不賣我們的 fashion brand 那些衣服 我們… 傳出去給人做PR 就是給一些影響者做PR等等 6個月 那我們就不用show income 因為我們都沒開始賺 6個月完了之後就有個 income 那就不用給SIE了 行不行 呃… 這個我… 你之後再打電話給我們吧 是的… 這個… 因為我明白你的意思的 是的… 那我… 之後你可以再… 是… 對… 我再回答你 這個… 最後一條問題了 答半了 是的… 這個是好問題來的 如果是訂閱費的話 記得寫50% 是的 如果… 如果… 因為有些訂閱費是一年計的 那所以… 如果一年計的 你就要除回50% 但是… 除非如果… 訂閱費是沒有計的 那… 那… 你就不會每個月的數… 那… 那… 這個… 預算是要寫的 好… 大致上就這麼多了 希望… 解答到… 如果… 剛才Dry那裡的project update 那裡的project update 那… 怎麽算好… 那… 那… 我會整合大家 如果你們更新的project 那我就可以… 用更加的時間去… 給予一些建議大家 那… 今天的… weekly tutorial 1 就完結了 下星期就會… 我們請了一位guess 會分享 business model 那… 那… 大家… 可以參與 和完結後我都會多留一段時間去解答大家的Q&A 多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之後有問題就隨時可能在群組問或者是訓練可以再問我們 謝謝大家 拜拜 謝謝大家